中國疫情吹哨人 武漢醫生李文亮 曾在新冠疫情剛爆發時提出警告 遭警方訓誡 並被官媒斥責造謠 最後在2020年2月7日染疫去世 事隔3年 從美國、英國、澳洲到南韓、日本 全球各地中國人 紛紛舉辦集會悼念李文亮 李文亮微博最後一則貼文 儘管人停留在三年前宣布自己確診時 但大家並沒有忘記他所做的一切 現在更湧入無數網友發文悼念 甚至有人直呼責任都在中國政府 還有人在流傳武漢人 發起遊行紀念李文亮的影片 但由於中國封鎖消息 真實性無法核實 而如今三年過去 雖然疫情終於看見了曙光 中國防疫大幅解封 但問題是 外界對中國政府的不透明 產生的種種質疑 始終回之不去 靜新聞林孝如陳信寧報導